我們講到的是 終於7年了 澳洲總理又可以再一次的 去訪中國 現在來看到的是 他現在是用中文直接致謝說 希望靖國會能夠加強 中澳之間的聯繫 他第一次以中立的身分 到訪中國 他的講法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建設 有建設性的經濟接觸 所以他抵到上海的時候 中方對他是非常非常理喻的 來看看這個畫面 當時下飛機還特地幫他鋪了紅地毯 是以迎接貴賓的 這樣的一個規格來迎接他 同時包括了中國駐澳大使 還有澳洲駐華大使 通通都到現場 還有小女生來幫他獻花 那這一回他移到上海 馬上就跟李強見面 大家也看到了 他跟其他的進博會的 外國領導人有合照 他說自己其實非常開心 2016之後就沒有再有澳洲總理 來到中方訪問了 他希望未來幾天 能夠繼續兩國之間的對話 因為這一次應該也會見習近平 那大家就在講了 到底澳洲人期待 他這次來訪做些什麼事情 據說有三點 一個貿易關稅 這當然就最重要的 原因是因為先前的一些 中澳之間的衝突 造成很多品項進不了中國 再要一個就是說 有在中國被囚的澳洲公民 以及人權議題 可是愛班尼斯重點放在經濟 因為他就直接講了 他看到兩國穩定帶來的好處 就是過往 木材大賣 甘草賣不過去 現在通通解禁 葡萄酒現在解禁說 從上個月已經開始同意 對他進行快速審查 所以可能明年3月之前 澳洲的葡萄酒 有機會在北京重新上下 澳洲的貿易部長就直接講了 說包括了龍蝦 包括了牛肉 這一些通通他們也都在進行 游說當中 兩國的好互動已經開始漸漸的在顯現 這裡頭澳洲這邊也很希望 把熊貓先留下來 原因是因為兩隻大熊貓 牠們停留的時間說快要到期了 所以現在希望說能不能展延 讓牠來到澳洲之後 可以多待一些時間 讓澳洲的小朋友也認識 看看親眼見見大熊貓 同時大陸媒體這邊則是直接講 好事這當然都很好 但是他們也知道 這個AUKUS現在澳洲能不能排除一些 美國干擾 用語很直白 就是不要再搓眼睛 不要再踢小腿 他們講7年了 好不容易現在才判到了一個U型 這個U型有沒有辦法直接變成一個J 也就是讓這個往上拉抬的身勢 再往兩邊都好一點的好處去發展 這就是雙方基本上在做生意的人都很期待的事件 其實美中雙方現在也需要營造一些好氛圍 11月17號要是真的習近平去了 要有一個拜習會的話 彼此還是希望能夠好好溝通 現在看到了 在維也納這邊上演了外交政策磋商 雙方派出的是政策規劃司的司長 可是也有人在講 這場11月1號在維也納進行的外交政策磋商 因為雙方的等級去的外交官員不是特別高 所以他們現在就講說 是不是基本上談不了什麼大事 對於改善中美關係的影響力有限 但對話總是好事 只是現在也看到拜登好像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說 他也開始跟拉美的領袖加強經濟關係 用語是這樣您來聽聽 他說了 他要承諾美國在區域裡頭的投資 強調我們都是好鄰居 你們可以做出真正的選擇 可以不必落入債務陷阱 他願意提出的是一個建設的替代方案 這講來講去 不就是在劍指中國嗎 但是現在拜登也有可能的是 因為重要還是要選舉 今年他可能不會再出訪了 也就在APEC之後 他之後也不會去所謂的氣候峰會 本來說要去歐非洲訪問 現在恐怕也通通都會跳票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哪裡 還是在於現在在美國俄乌戰爭 他們必須要好好的來了解 以及要好好的來援助 那在以哈呢現在新燒起來的這個部分 也要好好的來處理 對於拜登選舉才是要務 回過頭請教兵哥怎麼樣來看 澳洲終於 艾班尼斯上任之後 不斷的釋出善意 現在能夠再一次訪問中國 艾班尼斯其實上任之後 就一直在化解他跟 大陸過去的這些旗艦 然後現在慢慢看起來 兩個國家之間 就是融兵還融得滿快速 艾班尼斯也到大陸去訪問 接下來未來兩國之間的 相關的關稅 過去一些抵制的一些商品 應該都會重新恢復交易 我就想 就是請問一下 就是經過這7年的時間 請問一下澳洲花了這7年 到底達到了什麼目的 獲得了什麼利益 他協助美國去對 中國大陸進行抵制 然後跟中國大陸這樣 相互報復的結果 結果請問一下 這7年澳洲人獲得了 任何好處 是提高了澳洲的安全嗎 還是提高了澳洲的國際地位 看起來都沒有 看起來就是白白浪費了 7年的時間 讓澳洲人有7年的東西 很多東西賣不到 中國大陸去 這個對澳洲人來講 看起來只有損失 看起來沒有獲得 我是不知道獲得什麼東西 所以我個人認為 艾班尼斯上來之後 你看他也並沒有放棄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他還是跟美國滿緊密 只是他在緩解 他過去跟澳洲跟中國大陸 爭鋒相對的這種衝突 我覺得他算是滿成功的 也就是我還是跟美國站隊 我還是AUKUS的議員 我還是五眼聯盟 但是我跟中國大陸 也沒有必要交惡到這種程度 該做生意還是要做生意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正確的方向 也就是這才是 是為澳洲人民的扶持在做打算 而不是像過去的 好像只是悶頭跟著美國走 然後完全沒有想到 澳洲自己真正的核心利益 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澳洲的這個做法 會讓其他國家大概也看到 就是你跟美國走得這麼緊密 請問一下 到最後美國也許獲利了 那你獲得什麼利益 至於說 中美現在看起來也在降溫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所以APEC我認為習近平 是非常有可能會去 因為包括李家超的事情 已經解決了 就是雙方也做出了讓步 然後我覺得私底下會有一些 雙方一些磋商 還是會持續進行 那當然到現在為止 中國大陸還沒有真實宣布 所以可能還會有一點變數 但我看起來是滿樂觀 也就是說中美之間是開始在降溫 因為對拜登來講 烏爾以哈已經讓他心亂如麻 你這時候再去跟中國大陸 提高衝突的層面的話 我覺得對美國是不治的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會試圖去降溫 只是問題是 這個也只是降溫而已 不可能雙方的鬥爭 未來幾十年都會不斷的在發生 也不會因為這樣就言歸語好 是 請教楊老師 你怎麼樣來分析 我第一個我看 艾班尼斯去大陸 我就想到當年 到澳洲因為出口 這種原物料等等農產品 到中國大陸很多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有一度 他的貨幣比美金還大 就是我們對台幣 它是超過1比30 現在是1比21億左右 很低了 就是因為少了這一塊 我覺得他整個經濟 所以艾班尼斯一定知道 就是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 澳洲靠著中國大陸的市場 真的是賺夠了 真的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這次去上海去參加 這個進口博覽會 你就可以想像 這個進口博覽會是過去6年 到2018年開始 但另外一個更早的博覽會 我比較熟的廣州博覽會 1993年 那是主要是大陸出口 所以就看了25年30年之後 大陸就變了 大陸不是只靠出口了 它現在的進口的吸引力 可能更大 大家以前都覺得 大陸就是一個製造業工廠 很會製造 很會出口 可是現在他們的購買力 那麼強的時候 大家為了自己的出口 也都要去大陸 我覺得這個是 艾班尼斯看清楚了 那也再回頭來想一下 澳洲從1970年代 走出了所謂的白俄政策之後 他就要決定說 我到底是白人國家 還是亞洲國家 他以前一直覺得 他是跟英國 跟美國 跟加拿大這樣子的 我們講的這種五眼聯盟這個 可是他位置又是在亞太地區 那個時候澳洲就已經在 80年代就已經決定 要走亞太的路線 所以才會有APEC APEC是澳洲提出來的想法 所以澳洲就要帶著紐西蘭 就進入這個亞太地區 結果沒想到 美國又把他拉了 變成跟中國大陸有些對抗 我覺得他做了一個 蠻聰明的抉擇 就是現在我兩邊維持 因為我發現 就像台灣或者其他國家一樣 你擔心你的安全 老美還是會有一些幫助你 可是你的經濟還是要 跟最主要的你的經濟夥伴 貿易夥伴來往 所以這個大概不會有問題 我覺得今天APEC 應該就是已經鋪陳了那麼久 就應該是絕對會成形 就是他們會真的坐下來談 因為如果今天我們講個最簡單 習近平如果去參加A派 沒有峰會 那就最奇怪的 就是你到了美國 不是別的國家 你到了美國 竟然還不去辦峰會 這個是有點怪 所以他如果會去 就一定會有峰會 然後再加上 10年前習近平剛上台的時候 他就跟歐巴馬在加州走過莊園 穿個白震傘走過 大家說要不要恢復一下 當年的氛圍對不對 太平洋夠大 可以容忍兩個中美兩個大國 我覺得不一定能夠回得去 但是氛圍一定可以製造出來 就是美中之間 可以化解一些比較大的矛盾 是 欣賞將軍 這次埃巴尼斯去 其實就是為了經濟 為了賺錢 因為這次去他配合做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演藝老師說講 進口博覽會 這全世界大概就 中國會辦這種博覽會 進口博覽會 就是說你們有什麼好東西 來 過來這邊我擺攤給你們 你拿來 我跟你買 你知道前五屆已經辦了 總共賣了多少錢 買了多少錢 3500億美元 你看多好賣的東西的機會 不是光埃巴尼斯去 連美國也組一個最大的貿易團過去 對不對 他去賣什麼 賣農業的產品 代表團也過去 我們要知道 之前是一帶一路的峰會 那時候那一帶一路的峰會 剛結束沒多久 底下他們在那邊互相簽貿易 總共就簽了 現場簽了就300個貿易 總共簽的金額有多少 974億美元 一帶一路的峰會 之後就是 演藝老師所講的廣交會 廣交的這種博覽會 其實有多少 總共有7.4萬個攤位在那邊擺 所以你看中國現在來講的話 他現在進口博覽會 也就是說你願意來都來 全世界有多少個國家要去 全世界目前來講的話 有其實154個國家或地區來參加 其中有300個企業 去那邊擺這個攤位 然後要賣東西給中國 澳洲 埃巴尼斯怎麼會放棄這個機會 我覺得說我們講一句話 其實不管是政治 軍事 或者是外交各方面 其實對這些民主 最重要的是經濟 對不對 你經濟好的話 你人民有錢 人民才會支持你 所以我覺得你軍事外交 大概就是兵兇戰危 那個不重要 重要是你怎麼樣 讓我們這個農產品 可以賣出去 然後替國家爭取利潤 照顧好人民的生活 台湾話講得很好 行購八道 再購佛